过去那段时间 反对派很多做法 都是在阻挠政府找到土地 用环保保育 復奸 茅廁有一定道理的东西 去反对政府 人的存在也影响环保 地球上根本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我自己觉得他们是製造麻烦多过去解决问题的 欢迎大家收看系斯对话的就是威威和施老板 那我现在在佛山 施老板你好 你好 你来过佛山没有 都来过几次的 我公司也有一间分公司在佛山的 佛山的建设就都进步得很快的 现在都以前很多都 我是60年代都来过佛山的了 那时候还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地区来的 他说都不太像城市的 我十几年前来过和现在都不一样 是完全变得很快 我记得好像来佛山 我有一次是去佛山和中移洞做训练的 我看到他的地区就是你不是只看硬件的 就是我看到中移洞那个管理的班子都教育水平多高 还有管理意识都挺强的 所以他都令我令眼相看 明白 其实佛山呢 我来拍片就找过 原来GDP是全大湾区 是僅次于是广州 深圳和广州排大三 比如有地铁 但是他的楼价是相当OK的 三万四万甚至有些两万都OK的 是不是很好的 你要说是三万四万一平方米 其实就是两三千元尺 现在升了很多了 我们初初去的时候是几百元尺 我想详细情况就是介绍佛山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就是我和房友圈的一些片 在威延华下 这一集我想我们不讲大湾区 我讲一下就是陈启忠 我想大家香港人没有人不认识他 行龙的老板 他最近其实他说话也挺惹火的 那最近的言论有两点是我觉得值得是请老板探讨 第一点就是他说香港的房屋问题是反对派搞出来的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他说香港人以后是官方 或者是半官方都是应该说普通话不应该 粤语就是我们交谈就算了 这两点我都想请施老板和你 你有些什么感谢 先说香港的房屋问题是反对派的政客 造成的这个观点先了 这个观点其实我之前也提过出来的了 就是香港的房屋问题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不足 但是过去那段时间就反对派的很多做法都是在阻撓政府找到土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记得还是梁振英 年代梁振英到处去找地嘛 他说他是盲抢地盲目的这样去抢地 那明明香港是需要多些土地去拿一些土地出来 但是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要人家惯人家盲呢 实际上就是他们就盲阻地盲目的阻止政府 房外政府去找到土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通常是为了出师有名呢 都是用环保啊 保育啊 復奸啊 那些茅廁有一定的道理的东西 就去反对政府开发生的土地 那环保当然是和土地使用有冲突的 因为你环保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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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一波也不允许 但是实际上 居住不止居住 人的存在也影响环保的了 如果从地球要保留原有面目的话 地球上根本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但是人已经生了出来 那在人的居住权 和树木啊普通的草 那些居住权我自己认为就是 人的居住权就是高一些的 尤其香港相比起世界其他城市 我们用在居住的面積是已经比较少的 没理由香港人要特别住小一点的 那你说 人生活里面 妨碍 自然环境的 居住其实是 不是占主要部分的 你食物 说你一家人吃饭 可能要射某地去纵和才够你吃 所以我们一家人居住 可能居住了几百尺 千多尺 香港当很多的了 但最普通的一家人 最穷的一家人去吃饭 就是吃肉 穿衫 都需要几万尺 那那里几万尺都用了 为什么住那里几百尺都不让我们住呢 所以比例上是不对的 你叫他用少一点纸巾 吃少一点牛肉 已经是可以省很多地的 所以你不是用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去省地 在居住上去糾纤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 你叫香港人在其他地方省些地 叫他在居住上给他住好一点 那香港才有得改善生活的 现在香港其实用的地 用了在泰国种水 在加拿大种小物 在巴西养鸡 在澳洲养牛 用很多地 那没可能就为了 就是以环保为名 就不让香港人住 那所以我认为省在住那里 根本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帮不到地球很多的 那这个是他的方向上 就是以环保压倒一切 那这个我认为不对的 另外呢 他也是指政府去找一些黑路 就是难走的路 那譬如棕地和农地 荒废的农地 去收荒废的农地好呢 或者去收棕地好呢 当然去收荒废的农地好 荒废的农地 是没有东西在上面的嘛 你赔偿给那些新界那些土地拥有者 你就可以收回来的嘛 但是如果你是去收棕地 棕地呢 就是指那些 本来可能是农地啊 改了 拿来做停车场啊 做货仓啊 那你要去收呢 还要将原本在上面用的那些人 还要徒上他 还要安置他 有些做了货币场 那难道以后不允许呢 不允许香港做货运中生 都成问题啊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他们是製造麻烦多个 是去解决问题的 就是另外在那个 就是和商界合作上呢 其实呢 就一有些官员 和商界合作呢 就被他们说官商勾结啊 或者批了一个土地的新发展的方案出来啊 那些官员又被人说围攻啊 说他官商勾结啊 一定有利益输送啊 那变成了呢 就很多项目呢 批起上来呢 那些官员呢 都战战兢兢 其实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 哪里不是有商业利益在里 你早上买个菠萝包 那菠萝包也是加面包店做出来的 不包括很多商人啊 有家庭式作业 也都有一些是就是连锁店方式 那没有可能不牵涉到商人的 我们住屋方面私人住宅 大部分都是商业 就是商业机构开发出来的嘛 即使是公屋 你猜公务员建的 公屋也是批给那些建筑商建的了 好像和商人接触一下 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样 那这个根本不是香港社会原本运作的方式 那就是这样的就是作风啊 价值观啊 搞到香港长期没有土地供应 我反而 你说 我反而听到说是地产商和环保团体 关系密切 那令到香港供应少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我当然听过了 听而已 你要有证据的嘛 有一些我也听过 某某环保团体 有些是和地产商里面的人有接触的 或者某某律师帮环保团体做的 他同时也是有些发展商的御用律师 这些呢 我当做阴谋论而已 如果我有证有据 我当然会指控他了 我听回来 他又拿不出证据 你只能够说他们有共同利益 就是他们也不想土地供应这么多 但是现在地产商不是不想土地供应多的 地产商不想太多而已 但是他不想没有的 那他们在80年代的开发能力 以私人市场 私人住宅市场计 80年代他们一年都开3万家 就是他一年建3万家 现在只剩一年 建1万5家 是不是少了一半 那他的capacity 是不是浪费了 他聘了这么多管理人员 工程人员 建3万的 现在建1万5 那是不是浪费了 那所以他想用到他尽 他现在是另一方面 他现在不是卖不完 站出来卖到的 那生意不好的时候 他是想供应少一点而已 不要供应那么多 顶烂市 生意好的时候 他想给多些原料他去生产 他想增产增加收入的嘛 所以地产商不一定反对土地供应 明白 增加的 现在他们都在抢 每次买地 他们都去投去争 那他怎么会想土地善一些 很多地产商经常在买院 买不到地 嗯 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中央呢 其实中联办的高层都有说过 香港就是楼价太贵了 似乎中央都挺有信心 香港楼价会跌的 有信心是有策 不是有信心 有目标 有目标 就是中央的想法 或者香港有些建制派的想法 就是反对派呢 最好就是香港人没有蛋好吃 没有好住 那他才可以叫香港人出来反对这个建制 他最怕就是香港人可以安居乐业 觉得前途美好 那他叫人出来示威游行就没有人出来 那所以中央就觉得要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 先要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 那我都不认为说解决了住屋问题 什么都可以解决的 但是解决住屋问题 是可以帮助解决某些政治问题 即使不看政治问题 解决主屋问题 正是香港普通人最迫切期望的东西 很多年轻人看着埋怨都是说 哇我那份工 存10年存20年都没买得起楼 那他们对前途就会失望了 所以我认为中央说要解决香港的主要问题 要不再看到那么多劏房 要人人都有一个就是叫恰当的 就是起码跟其他大城市 其他经济发展 现在跟香港差不多的大城市 有一样的对住环境生活水平 那这个我相信不是只有中央想的 香港普通人都想的 那楼价会怎么样 楼价你先要先增加供应 现在猛话会更下来 但是眼前我见土地供应还没有增加到 就是我自己认为要增加土地供应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重新规划香港现有的土地用途 将一些现在不是用作城市发展的 或者不是用作住屋发展的土地改成 就是住屋发展 在未找到太多土地之前 就将原有那些土地的地积比率提高 地积比率提高 就找不到地都可以增加多一点 找到那些更加可以增加多一点 你现在将那些低密度地区 改为高密度 那就已经增加了很多 有些人说改为高密度 那些人就很逼 现在人家都住得已经是在劏房 就很逼的了 你让它多建一点就住松一点 那它整体对香港的交通负荷 排污那些负荷 在局部地区增加 整个香港没有增加 整个香港没有增加 怎么会有交通负荷的增加呢 改变地址比率我听了很多年了 都不是今天事今天大家提出的 但是为什么政府都没有做到 这个是time planning那些成员 食股不化 拿着它读书的时候 鬼不知住得松一点 好过住得太密 鬼不知看到三只线好过看不到 看到海景更好 但是你要看实际环境 人家住在劏房窗都没有一个 那些住劏房的人就说 这帮有钱人看三只线而已 我连厨房都要放在马桶上来煮 那它觉得是对它不重要 就是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 其实不是基层民众关注的东西 明白 我认为可以在有些地方增加地址比率 明白 但是你觉得譬如如果是中央 譬如是改交野公园 改地址比率 那你这个是一个中线甚至长线可以做到的东西的话 那不会影响香港的楼价吗 会 但是它现在拿出来才要搞定公屋 堆屋 才私人留意 就是我觉得是按先后次序去做 第一步 那你要恢复 就是轮后公屋 那些人不用排这么久 以前就三年 我记得就是董建华年代轮三年有 整整整整 现在要五年 五年都未必拿到 那你先是等那些轮后的 不要轮那么久 我认为三年也长 争取就是一来就有楼价 你要选特殊地区 所以你可能就等久一点点 但是来到个个都可以选 有一些就是有个理念就叫做有余 有一个redundancy在那里 那你才有得选 你不可能好像以前计划经济 你计划到七刻陷 你现在譬如你街市买菜 都不会说紧紧够你 有人不买一份的 当然你买剩 那你才有得选的 那住屋都是的 一定是有一定的佣余的房屋 有空置单位 那你才来到有得选的 你来到我帮你建 你建得来就有什么 所以一定要安静点出来 多谢施老板